让总统能够靠足 在你的里面大破大力 2014年12月 总统马英九新北市长朱立伦 一起在宽敞漂亮的美和堂 参加祈祷早餐会 但美和堂却被爆出 是建商日盛生擅自将 美和市的公社面积 进行容积转移后 违规扩建的 里面除了楼梯间之外 里面也没有公社 所以说我们要出来 在大海俱乐部的话 全部要到这边来 分享这么一个小的俱乐部 何景豪宅住户花了千万买下 其中32%花在买公社 但却连公社都没有 只剩教堂楼下 本来就要盖来给住户健身的俱乐部 但俱乐部完工后 只剩下右边一半的面积 根据新北市公务局 比对建造与使用执照后发现 乌洛俱乐部缩减了261.5平 13栋住宅顶楼机械室 少了961.5平 等于预定的公社少了1200多平 以赚融金拿去扩建教堂 日升山再以7.5亿元将教堂 转卖给新店行道会 等于赚了两手 卖完预售屋之后 又把大家的大小工删减了 跑来盖出一个教堂出来卖给别人 就是这样 大概吧 针对住户的指控 日升山简短发表声明指出 表示都是不实指控 没有面积删减 全国已经进入新北市消保协商程序 争议多数的美和事案 问题再添一桩 接下来红杏宇 全文新北市情报道 接下来红杏宇 全文新北市